的历史学者 他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京大学区与国别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博雅蒋席教授 著有西方那一块图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英国通史等多本著作 今天他为我们带来的讲座主题是 历史的分叉路口 世界文明的多元性 钱老师大概会讲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剩下半小时留给大家 和钱老师就是进行互动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钱老师 非常高兴 北京大出版社 北京大学历史的维文 这个部分呢 来做一次讲座 原来这个讲座 他跟我说的是说 关于这本书 我们再讲一讲 就是西方那一块图 这本书 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些讨论 后来呢 不知道怎么弄的 就突然之间这个题目就变成这样 当然这样的一个题目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还是要说一下 一会儿我这个讲座完了 如果听众 观众们对这个西方这一块图 西方那一块图 如果有一些什么感兴趣的方面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进行讨论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 已经变成了历史的分叉路口 世界文明的多元性 这个题目呢 其实挺有意思的 但是呢 我必须首先 说一下 这个 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啊 比较多 而且呢 跨度比较大 所以呢 可能 是在 这个 观众们 听讲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一些跟不上的 这种情况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想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呢 还可以 去进一步的看书 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也比较有限 所以呢 我也不可能在每一个节点上 都说的很详细 所以我先交代一下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在座的听众们 有多少 是专门学过外国历史 这个如果学过 外国历史了解的比较多的话呢 我想 这些观众 你们的这个 在 跨越度方面 你们碰到的这个 困难 会相对少一点 其他学科 的听众观众们呢 你们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 不过没关系 完了之后 我讲完之后 我们可以进行讨论 有一些 知识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在 讨论的环节上 再去解决 那好 接下来呢 就是关于这个 题目的问题 我们看现在的这个题目 就是 这个历史的分叉口 下面一个目标题 是这一次 讲座的主要的内容 就是世界文明的多元性 这个我们中国人啊 有的时候 然后经常的会去 做一些这个比较 那做那个比较呢 经常拿出来这个主题 或者说是题目呢 叫做中西文化比较 或者是中西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比较 或者呢 东西方的比较 其实呢 这样的一个说法呀 是不是非常 这个科学的 也不是非常准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我们说 做一个中外的比较的话呢 影响这个中 中当然就指中国 外是指什么呢 如果说外国 外国有多少啊 那一大堆啊 多的不成样 对不对 这个联合国 他承认的国家 就差不多就是200个人 所以你要说 中外比较啊 这有点麻烦 这个比较起来难度很大 当然我们经常 中国人这个所说的中外比较呢 其实讲的是中国和西方的比较 那接下来就是啊 这个东西方的比较 这个东西方的比较呢 这样一个说法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们想 这个地球是个圆的 你们说哪里是东方 哪里是西方 什么地方叫东 什么地方叫西 所以你这个东西方的比较是很难 很难很难去这个确定的啊 而且呢 而且呢我们这个东西方的比较 经常这个中国人把这个东就理解为是中国 其实不是的啊 你说阿拉伯世界啊 中东西亚北非这些地方相对于欧洲来说它叫东它叫东方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在地理上 以及在国际政治的这个概念里边 其实有中东 近东这样的说法 而东亚呢 其实在西方人的行动当中 东亚是远东 正向我们这个中国啊 在近代早期 我们中国人把欧洲那块地方 尤其是西欧那块地方叫做什么呢 是叫做泰西 泰山的泰 泰西 泰西什么意思 就是最远最远最远的西方 那实际上跟西方人把东亚称为远东是一样的 就是最远最远最远的东方 因此呢 我先说这个关于题目的问题 今天这个题目啊 定的是比较比较好了 也比较准确 就是世界文明的多元性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比较呢 是在一个世界的范围内 以文明为单位 做一个这个简单的比较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不能够充分的展开 但是我会把我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题目里面就已经界定了 今天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文明的多样性 这个文明的多样性的问题啊 这个在最近这段时间当中 至少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事实上是被很多的人 尤其是被西方人所否定的 他们不承认这些东西 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普世价值 什么叫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什么意思 那意思其实是有一个东西是全世界放之四海而接准的 既然是放之四海而接准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差异性还存在 如果说全世界都只有一个东西是正确的 是对的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世界还有多元性吗 还有差异性吗 这问题就出在这 那这个普世价值的问题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中 其实在很多人的头脑里边是一直深深的扎根的 那么尤其是在最近这个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当中 那普世价值已经似乎变成了一个绝对正确的一个思想 一个理念 但其实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普世的东西 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相信今后也不会出现 那所以我们今天说的文明的多样性 那文明的多样性就意味着人类的文明 它有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样式 有不同的模式 有不同的表现 不同的表达 那因此呢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文明的多样性的问题 那么这个文明的多样性呢 其实就是从人类的文明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也就是在人类文明的这个早期初期曙光出露的那个时候 文明就已经呈现出多样性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这个在世界上出现的最早的人类的文明应该是发生在四个不同的地方 我们可以我们看这幅图 那这个从东到西 东亚 东亚这一块黄色的 这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地方 那么往西边去一点呢 土代的印度河流域文明 印度河流域文明 然后再往西边去一下呢 应该是两河流域文明 那么最西边 最西边 不是在今天的欧洲 是在尼罗河地区 今天的埃及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看这个最早的文明发源地 其实我说的是四加一 因为我们过去的很多的这个署上 大部分的教科书呢 就说这个人类最早的文明是发生在四个地区 就是我刚才向大家展示的 这个尼罗河文明 两河文明 印度河文明 以及黄河长江文明 是在这样的四个地区 当然应该说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呢 其实它是一个次生型的文明 不是一个原生型的 一会儿我会简单的向大家做一些介绍 就是爱琴海 或者说地中海 东部 地中海东部 是这样的 这样的四大 这个四加一的 最古老的文明地区 我们说是文明的发源地 那么这样的几个 这个不同的文明的发源地 他们的文明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性 就是多元性 多元性在人类文明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已经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那么首先说这个两河文明 为什么首先说两河文明呢 因为两河文明啊 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情况来看 我们通过这个考古 通过文献 以及其他的一些研究的结果 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学者们都承认 这个两河地区是整个的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有文明的地区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有人说尼罗河文明就今天的埃及地区 那个地方的文明比较早是最早 但是现在这个大部分都会承认 是两河地区 那么这个两河地区呢 它的这个文明出现以后啊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 有它的特点 就是这个地方 第一它是文明最早出现的一个地区 文字 宗教 社会的分化 国家的建构等等等等 这些文明的要素 最早确确实实是在两河这个地区出现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曾经出现过一些非常出名的 历史上很著名的国家 成熟的很早 那么有一些是属于地区性的霸权 这个比如说啊 最早出现的应该是一个叫做阿卡德顿这个地方 后来是华比伦 新巴比伦 亚树等等 这些呢在历史上都是大名鼎鼎的 早期的国家 但是这个地方啊 尽管国家的形态很早就出现 但是但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中 这个地方啊 是人群来来往往 不同的这个人群啊 南面来的北面来西面来的东面来的 人群来来往往 然后从来没有形成过 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大的国家 或者说后来啊 最近这段时间很多的学者经常会提到的一个概念 帝国没有出现这样的东西 大型的啊 大范围的这种国家的事情 在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出现 相当这个相反呢 就这个地方很长的时间当中战乱不断 因为这个人群来来往往 东来西往南来北面 战乱不断 很乱 尽管这个地区啊 很早就出现了相当发达的农业了 但是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 这个地方很长的时间都没有 这个取得一个一致性 或者说出现一种 一个统一的国家 大规模的统一国家 或者是某一种这个共同的意识形态 在这个地方一直没有 一直没有 甚至于 希腊人占领过这个地区 罗马人占领过这个地区 在他们占领这个地区的时候 也没有能够形成统一的大型的这个国家时期 甚至于也没有出现过 什么的意识形态 这个地方的情况 差不多就是 那么一直到了什么时候 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 就是到公元七世纪 这个伊斯兰教 在阿拉伯班党上 出现了 出现了以后呢 因为当时阿拉伯人的这个扩张 然后就把这个地方包了进去 这以后这个地方成了阿拉伯帝国的扩张 这是我们知道的 那以后 那以后 我刚才说到的早期文明的那样一个特征呢 才消失 两核文明 尼罗河流域的这个早期的文明的情况 和刚才我们讨论过的两核文明的情况 恰好相当 怎么呢 就是说 尼罗河 那这个流域 在公元前三千年 也就是离我们现在差不多是五千年了 那个时候啊 上下尼罗河 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 鼠标 是尼罗河啊 尼罗河 这是上尼罗河 那么无论是上尼罗河 三千年之旧 换句话说 从公元前三千年 到公元前一千年 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形态 一直存在 就是古代爱晶王国 二十二十二个王朝 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 有一定的知识的听众是知道的 那这样的一个政治形态 早期的国家 在我们今天看起来似乎是不变的 就跟两河流域的情况 截然相当 非常稳定 法老 法老是作为 既是人又是神的那样的一种 统治者 最高的统治者 存在 那么 所有的这个一切 都是处于法老的绝对的控制之下 所以这样的一种 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形态 居然在 史前的两千年的时间当中 一直延续 这让我们今天都会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呢 你们说我们今天的纪元 公元 多少年 两千零二十 两千零二十二年 二零二二年 就这么一个概念 他从宫元第一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就那么一个形态 几乎不变 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近 这是尼罗河流域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呢 印度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啊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看了啊 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 这不是实有问题 那个单页的那个在哪里 对好 谢谢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要 没有那个红色的点儿 知道吗 拿错了 拿错了 看看能不能 这个处标是有点 看不 这是弄不起来 不是不是我要 我要在图上显示 我要 对对对 对 对 怎么搞的 这图跟那图不同啊 出来了是吧 好好好 印度河流域在这儿 印度河流域在这儿 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啊 不在今天的印度这个国家里边 印度河流域最早的文明是 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 而印度河是在今天的巴基斯坦 这个国家不是在今天的印度 这个国家里边 这我请各位听众 特别要注意一下啊 特别要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最早出现的文明啊 后来很很快 不是很长的时间以后就消失了 那么取而太之的呢 是一个 据说是亚利安人 从北方就今天的这个阿富汗地区 进入印度次大陆 进入印度河河流域以后 所建立的一种新的文明 这是我们后来经常会提到的印度的文明 那么这个印度的文明呢 就是亚利安人所创造的那样的一种文明啊 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亚利安人带来了种性质 种性质的问题我一会儿还可以多说几句 那么这个种性质就成了印度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或者说是特征了 那么在这个印度的漫长的历史当中呢 在政治方面小国领域 这个王政盛行 这些很多很多的小国 都是王政体制 就是王国 都是一些小国 小国和小国之间不断的发生各种各样的战争 无休无止的争夺地区霸权 但是由于有种性质的存在 这个种性质对印度社会的控制是非常的劳务 所以印度社会在几千年的时间当中异常的坚毋 好 这就和两河地区的情况 因此古代的印度文明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是政治上的巨大的动荡 战争不断 而社会高度的文明 这很奇怪 因为一般的来说呢 如果说是政治动荡 社会一定跟着动荡 可是印度不是 它的社会高度的文明 而这个问题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 不能再展开展开没有时间 所以你看这个印度和古代的文明 当然后来一直延续下来的那样一个特征 是非常的非常的明显 那么最后 我们先说爱琴海地区 爱琴海地区就是今天欧洲人说的 是他们文明的起源 这个爱琴海地区 它的这个文明呢 就有一些特点 特点是什么呢 是这样 首先 首先 这个 它的这个文明 我们回到这个图上去 爱琴海地区的这个文明 最早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一个岛 叫克里特岛 然后呢 希腊 今天希腊的最南部 这地方 麦西尼 最早的文明是在这儿出现 那么这个地方的文明呢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是一种次身的文明 也就是说 它这个地方的文明 不是来自于它自身 而是来自于其他的地方 来自于哪里呢 是来自于两个地区 是那个地方传过去 那地方传过去 然后在那个地方它发展起来了 发展出了 发展出了它的一些的 非常显著的地区 这个特征是什么 这个特征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啊 经常会 经常会说到的一些个特征 首先呢 它是一种海洋文明 这个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几种文明啊 是 就有一些不同 因为其他的一些文明呢 都是属于那种 就是大和文明啊 大和文明 那么 除此 除此以外 这个 除此以外呢 还有 希腊 被西方人看作是今天的西方文明的起点 但这个西方的文明 就是希腊的古代希腊的文明 跟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西方的文明 其实这个差异性是非常大的 古代的希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城邦 这我们都知道 是城邦 那么城邦呢 城邦呢 在希腊 就今天希腊这个国家 一个面积不是很大的地区 存在着大约200个左右的城邦 大大小小的城邦 最大的城邦大概是8000平方公里 最小的城邦 20平方 大大小小的 你再大也是很小的一个地方 这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 希腊这个地方 城邦是被固化的 什么叫固化呢 就是希腊 古代希腊的文明 和城邦是同时存在 城邦存在 古代的希腊的文明就存在 城邦没有了 古代的希腊文明也不消失 他从来没有从城邦 转变成更大的政治事情 不像 比如说 哪怕是印度 或者是两个 我们说很多小国 但在希腊 最多也就是城邦 没有形成 国家这样的一个形成 没有形成这种东西 所以这个希腊这个地区 从一开始就非常有意思 和其他所有的地区的早期的文明 都是不同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这就是人们一直到今天 仍然在津津落到的 说希腊城邦民主制 其实我在这 我也向各位介绍 我们说希腊城邦民主制 这样的一个概念 已经把某种制度 不变化了 其实希腊的城邦 它 我已经说200左右的城邦 这个每一个城邦的政治体制 都是不同的 没有两个城邦的政治体制 是完全没有的 那我们今天 经常会提到的 那个典型的希腊城邦的 人们认为是非常理想的 那样的一个民主的制度 那是存在在雅典 就是雅典是它的典型 那么雅典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 就我们的教科书上 陈天磊可以读的 不断的介绍 不断的谈论我们今天 西方人把这个奉为 人类的最高理想的那样的一种制度 其实在雅典也只存在了八十年 仅此而已 这就有一个知识的跳摇了 我建议各位听众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希腊的古代城邦的这个整个的历史 你们看雅典 雅典我们津津乐道的 那一段光辉的民族的历史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 柏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度 柏里克利这个人 我希望大家能知道这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雅典的政治家 这样一个人物的情况 也请这个听众们去了解一下 这个时期的这样的一种民主的制度 在雅典这个城邦也只存在了二十年 所以就和我们听众 脑子里面经常存在的一些个印象 是不完全一致 那么我刚才又说过了 这雅典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并不是在希腊的所有的城邦都存在 比如说大家一定是知道的 斯巴达这个城邦 它的制度跟雅典就是不同 就是不同 那么我们一般的教科书呢 就是把雅典和斯巴达拿出来做一个比较 说雅典怎样 斯巴达怎样 雅典如何斯巴达如何 一般都这么说 其实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希腊城邦的情况 都拿出来我们去看一下的话 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说一个雅典一个斯巴达 二根法 一个黑一个白 不是这样的 情况不是这样 好 所以你们看 这个人类的文明 从它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充满了多样性 充满了多样性 即便在古代的希腊 也是多种种 这是我必须要向各位不断的强调 不断的强调 那我们再看 希腊的城邦是后来就消失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这些城邦老是在那打仗 城邦和城邦之间 基本上没有太平过 不断打仗 最后打了一次大战 那叫波罗本利萨 这各位应该是知道的 波罗本利萨战争一打 把雅典打垮了 把整个的希腊城邦全部打 后来很快的 这个地区完全被马其顿 当时的希腊人说马其顿是一些蛮子蛮族 被马其顿控制了 马其顿控制了希腊带着这个 整个的希腊组成强大的军队 然后横扫欧亚 一直打到印度河边 这段历史各位应该是知道的 古代的希腊 就此消失了 好 那么后来人们会说 罗马这个国家继承了希腊 继承了希腊的文化 继承了希腊的传统 可以这么说 罗马在很多很多的方面 确实是 这个古希腊的继承人 但是罗马在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 背离了希腊 第一 希腊从来只有城邦 没有那种大范围的国家出现 我刚才已经说了 罗马你们看 后来变成了一个庞大无比的国家 把整个的地中海 包在这个国家的范围之内 地中海成了罗马国家的内湖了 你看 在这一点上 罗马和希腊完全被 那么再看第二点 我们说这个城邦制度 特别是提到了 以雅典为代表的 古代希腊的城邦公民民主制 提到了这个 而我们再看 从这个角度我们去观察罗马 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 你们如果详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罗马的整个的历史 罗马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城邦 那跟希腊的这个城邦 非常想象 当然 罗马这个城邦 不是由希腊人建立起来的 这我不多说 但那个早期罗马作为一个城市的城邦 它那个形态跟希腊城邦非常像 但是 后来罗马城邦不断扩张不断扩张 变成了大国家 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几百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看罗马 罗马的情况非常有趣 它几乎是人类迄今为止 迄今是指今天 一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这个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 有过多少种政治的形态 罗马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说 罗马就是一个人类政治制度的试验场 或者说是万花团都有过 不展开哈 各位如果感兴趣你们去看书 好 唯独一种制度在罗马没有出现 你们猜吧 哪一种制度 哪一种制度 猜 告诉各位 是雅典那样的城邦公民民主制度 在罗马没有出现过 这就有意思 在这样的最关键的两个 环节上 两个方面 罗马背离了希腊的城 因此我们经常听到 现在经常听到人们说 希腊罗马连在一起说的 其实希腊不是罗马 罗马不是希腊 发现这些问题了吗 因此啊 你们看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 绝对不是一种共同的样式 绝对不是 我刚才已经说了 最后呢 我就把东亚的这块地区 放到最后来说 为什么呢 东亚这块地区的文明 最早的文明 是由我们这个地方创造的 我们这个地方今天叫中国 这个地方的文明的特点是什么 下面 我尽管尽可能的 做一些比较多的介绍 但是也只能是非常简略的 做一些讲解了 在 这个地区 那东亚 从黄土高原一直到东海之边 那从 这个北方一直到南方 大约在五千年以前 就开始出现了 新兴点点的人类的母 过去呢 我们曾经说 黄河是中华文明之母 这个说法呢 今天已经被 学术界推翻了 黄河是 如果说中华文明有之母的话呢 那这个中华文明 有很多 不仅是黄河 不仅是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肯定也是 甚至于 既不是不在黄河流域 也不在长江流域的这些地方 我们今天也已经发现了 早期文明的终极 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考古的新发现 在座的听众 如果你们关心这个方面的进展的话 你比如说浙江的梁祖 我们的考古学家说 这个地方曾经出现过 相当富裕和强大的古王国 还有呢 四川 四川你们都能说得出来 最近重大的考古发现 三星堆 那个地方出土的东西 看起来很奇怪 好像跟中 好像跟中原文明不同 但是千丝万里的联系 是不是 江西有很早很早的古代文明 那更不要说什么河南 陕西 河北这些地方 那早期的文明更多了 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传说当中 传说当中 有皇帝 有延帝 和皇帝和延帝 同时代的 有一些传说中的妖魔鬼怪 知道吗 应该知道啊 吃优啊 共工啊 就这些 他们被妖魔化了 其实那些个地方 都是早期文明发生的地方 像吃优共工这些 早期文明地区的领袖 是他们 只是他们后来 被皇帝族和延帝族 连起手来打派了 所以就被妖魔化了 这些 这些这个族群 他们的后裔 其实一直到现在还存在 仍然是存在的 我不知道 各位听众是不是知道 我们今天 东南亚的 包括这个中国 东南部 西南部的有一些 所谓的少数民族 他们仍然 认为他们 把那个 我们的古代传说中的一些 一个人物 正式的说成是他们的 现象 所以你看这个文明 在东亚的地区 广泛的分布 很早就出现 但是 这个地区的文明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 它是从一些很小的 我们可以说是 求邦 那是西方人经常用 一个这个 概念 那我们今天的中国的学术界呢 我们大概 这个主流的 这个学术界的说法 不用求邦 用古国 用这样的概念 古国 古国 很多很多的地方 都出现古国了 都是 这个小范围地区之内的 那么 东亚文明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这些个 地方 慢慢慢慢的通过交流和融合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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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变成了地域广阔的 大型的国家 所以在三千五百年之前 就有了一个商王国 这是西方也承认的 中国最早的大型的国家实体 那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的理解方面 商之前还有一个夏 还有一个夏 但是夏的问题我今天也不说 西方到目前为止 不承认 但是这个地 这个夏王朝应该是存在 无论是夏还是商 它已经超越了所谓的古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样一个概念了 它已经成了广大地域当中的 有着统一的指挥和统一的权力的 大型的国家 这是东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你要比一下两河流域 你要比一下印度河流域 你比一下南亚 你比一下西亚北非 你甚至于比一下当时 当时的这个地中海地区 那大型的统一的国家 就是在中海 好 那么 当欧洲还处在 河马史诗 这个时期的时候 河马史诗 是半真半假的一段历史 有很多的真实的成本 但是也是有很多虚构的成本的 所以那里面有很多的妖魔鬼怪 什么女妖啊 还有海怪啊 反正就是真的和假的 空在一起 当欧洲还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 我们的周天子 就是周朝 周朝的天子 已经用 这个分封制的这样的一种规范的土地分配形式 来制定了社会的等级秩序 而形成了一种 固定的制度 叫分封制 叫分封制 那很早很早 而 类似于 西周分封制的这样的一种 经济加社会 经济加社会加政治形态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在西欧出现 要经过一千多年 到了蛮族入侵 把罗马帝国消灭了 然后出现了法兰克王国 这我跳摇的很大了哈 法兰克王国出现以后 慢慢慢慢的西欧的封建制度 才最终形成 而内容体制 跟西周的分封制非常相 相互之间 时间差是一千多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但是分封制带来 什么样的结果呢 第一 周朝一个体制 相当的稳固 但也只维护了几百年 后来就进入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学中国史 我相信听众们对中国史的了解 比对外国史的了解要多一些 到了 这个 公元前四世纪五世纪的时候 好了 这个出现问题 就那种分封制 把这个社会给 事实上是把它给 把它给分成块 而这种分成块慢慢慢慢的 就开始出现了离心的倾向 最终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有春秋战国这样的事情 而春秋战国的时期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动荡 混乱 这样的几百年的动荡和混乱 给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国的老百姓 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这我们都是知道的 春秋无意战 互相之间打过来打过去 打过来打过去 不知道有多少的家庭 这个 这个流离颠沛 多少的家庭家破人亡 多少的人死于战火 这我们都不知道 这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给社会 给这个 民民百姓带来的灾难是无从不尽 那么到了公元前三世纪 我们对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 非常重要的一次事件 就是同一中国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金石王同志 从此以后 大一统就是这个地区的文明 在政治形态方面的最大的特征 一直到现在 这我们都是知道的 所以你们看 这个东亚文明的这个特征 和我刚才已经提到的 四个地区的文明的特征 完全不同 非常非常的不同 而正因为这样的一个不同差异 只存在 那我们才看到 东亚的这个文明 中华文明 是所有的古代文明中 唯一一个延续到现在的文明 只有一个 那远古时期的 远古时期的 远古时期的两河流域 消失了 希腊人入侵 罗马人入侵 这个地区的 古代的两河流域 就没有了 埃及 埃及的这个尼洛河文明 一样的 消失了 现在的这个埃及 它的文明形态 不是古代的 这个尼洛河文明的 不是的 古代印度和文明 消失了 现在的这个印度的文明 不是那个东西 当然有那样的东西的因素的存在 但是它确实消失了 我们说 埃及海文明 存在吗 有因素存在延续 但是 那个古代的东西消失了 包括我刚才已经说 说提到的 古希腊的这个文明的 形态 到了 罗马的时候 就在很大的程度上 已经被被捕 后来的西方文明 并不是 那样的一个古代的 爱情海地区的文明的 直接的延续 不是的 只有一个 最初的 原初的那样一个文明 保留下来 是中华文明 这是我现在需要向大家教训 而这样的一个 这个 一以贯之的延续 得益于 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 其中第一个因素 就是 自从 中国统一之后 再也没有出现过 分裂 就是政治上 它出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 政治结构 就是大一统 就是大一统 好 那么除了这个大一统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之外 另外一个因素也在起作中 那就是一种思想的因素 是一种精神的因素 这是什么 我说到这 我猜想大家已经能够知道 是什么 是孔子的君主 而孔子生存的那个时代 天下大乱 那孔子呢 他目睹那样的一种乱局 他就怀抱着一种 天下围攻 这个 万事一世 一夕 是怀抱这样一种理想 那么这样一种理想呢 他当然身体力行 他周游列国到处去游说 去传播他的这个思想 但是在他的那个时代 接受他的思想的人 其实并不 那个时代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诸子百家的时代 是一个 这个 百家真名的时代 但是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 在大一统之后 就政治上的大一统之后 很快 就被确定为 这个国家 那个国家的 一个官方的 一种 这我们都是知道的 这个 废树百家 读罪乳术 这我们都是知道的 这样的一个 精神方面的 高度的 一致性 和政治方面的 高度的统一性 所以 就导致了 我刚才说的 东亚文明 中华文明的 最重要的特点的形成 就是 古代的那种文明形态 它的内核 一贯之地延续到现在 两个因素 在其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这个 两个因素是什么 我说文明需要有两个载体 一个载体 是政治的载体 这就是国家 另一个载体呢 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这就是 要么就是宗教 要么就是 这个非宗教的意识形态 这是精神的载体 所以两个载体 一个是政治的载体 一个是精神的载体 这两个载体 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起来 这两个载体 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起来 就是 导致 一个文明 能够 长期存在 或者不能够长期存在 能够 兴旺 或者 不能够发达 的最重要的因素 文明必须有两个载体 一个载体 是政治的载体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另外一个载体 是精神的载体 是内在的 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 但是一个文明如果说 没有这样的两个载体 这个文明是站不住的 这个文明是站不住的 我们看 这个 为什么怎么说 那我们下面就来讲一讲 这个 两个载体相互之间的关系 对于不同的文明地区 它 这个 表现的形式是怎么样 那么这样的一种 相互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形式 又造成了 这些不同的文明地区 它们在后来的历史的 发展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 首先呢 我们要去介绍一下 关于四大文明圈的问题 我们在 刚刚 讨论这个文明的 世界文明的这种多元性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到了 我们已经提到了 早期的文明发源地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说 这个四大文明圈 和这 五个文明发源地 有一定的联系 这幅地图 四大文明圈呢 是这样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慢慢慢慢地呢 就演化出了 我们从东到西 我们看 这是东亚文明 这是南亚 这是南亚文明 这是西亚北非 西亚北非文明 那么这是 从地理的概念上来说 就是欧洲文明 欧洲文明呢 也可以分成两半 又分成两半 就是西欧和东欧 其实是相当大的差异的 好 简单地说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四大文明圈 和早期的 那个五个 四加一的 这个文明发源地 有联系 但不完全 不完全一样 我们来看 这个 两个支柱 或者说是两个载体 在这四大文明圈当中 他们的相互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问题 应该是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我们 我们首先看 在 我们首先看南亚 那我们首先看南亚 南亚的情况 是什么呢 就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最早在印度和文明出现的那样的一种文明形态 很早就消失了 被亚利安人的入情消灭了 那么后来亚利安人带进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种性质 那么在种性质的这种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 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就由佛罗门教体现出来 佛罗门教 这概念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那么这个佛罗门教后来呢 又演化成了这个印度教 又演化成印度教 那么后来这个印度教当中呢 又分化出来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佛教 佛教呢 试图打破总性质的 这样的一种规范 但是在印度 在印度次大陆没有成功 相反 佛教到了其他的地方去 反而传播起 印度次大陆 他的基本的这种意识形态 或者是宗教的这种一致性 是体现为佛罗门教 和后来的这个印度教 体现在这儿 无论是佛罗门教还是印度教 这种性质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刚才也已经介绍了 在政治方面 印度次大陆 它是小国灵力 战乱不已 有短期的统一的时代 比如说 公元前的孔雀王朝 仅仅是谈话一些 即便是孔雀王朝呢 也没有能够把整个的印度次大陆 在政治上完全等不起 没有 那么后来 什么德里苏丹呢 这些个地区 也只是最多在印度半岛的北部 建立起来 建立起了相对统一的统治 所以我们看 印度这个文化圈 就是南亚文化圈 我们不说印度文化圈 我们说南亚文化圈 这个两个载体 就一个是政治的载体 一个是精神的载体 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当中 它们的这个相互的关系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精神的载体 非常强大 精神的载体非常强大 就一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就今天的这个印度这个国家 以及南亚的其他几个国家 就是人们对精神的这种 这种追求 对信仰的这种气助 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一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仍然如此 所以精神方面是高度的 但是 另外一个载体 另外一个支柱 一直没有能够 形成或者产生 或者引导出 大规模的 统一的庞大地域的地域 这就是在印度次大陆 我们看到这两个在一起的关系 那么在印度出现 统一的国家 大范围地域的 一个共同的政治体 这种现象出现在什么时候 各位听众 你们大概 猜不到 当然如果对历史 比较熟悉的话 应该知道到什么时候 到英国人 完全控制印度 才把印度统一起 今天的统一的印度 是英国殖民主义的 不是 南亚次大陆 这个 它的文明 它的文化 自发的演进的过程 不是 南亚次大陆就这样 那么再看这个西亚北非 那么西亚北非呢 我刚才也介绍过 早期的文明的形态 那么 这个政治的混乱 政治方面是混乱的 不同的族群 进进出出来来往往 介绍过 那么在这个地区呢 出现过一些 早期的地域性的 强大的霸主国家 什么阿卡德拉 什么 这个 巴比伦啊 等等 亚树等等 但是没有形成过 统一的意识形态 没有 那么统一的意识形态 是到什么时候才出现呢 统一的意识形态 是到公元七世纪 在阿拉伯半岛上面 出现了 伊斯兰教以后 这个统一的意识形态 才进入了 这个 早期的两河流域 那阿拉伯人的这种扩张 就把伊斯兰教 带进了 带到了 极其广大的一个地区 那么这样 在西亚北非地区 统一的意识形态 出现了 而随着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 出现 强大的 大范围地域内的 高度集中的 那种国家形态 出来 是跟着出来的 阿拉伯帝国 这你们都是知道 后来呢 就是奥斯曼尼 所以一直到那个时候 这两根支柱 或者说是两个 这个 载体 才在西亚北非地区 同时出现 而 这样的两个载体 同时出现 而且 互相的辅助 就使得这个地区 在中世纪 在中古时期 成了世界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地区 这我们都是知道 那中古时期的西亚北非 那个文明 文明发达的程度 绝对绝对的 不会亚于东亚文明 不亚于 一千零一夜 天方夜谭就是 我们比较熟悉的 一个文学作品 其实它在经济啊 这个科学啊 技术啊 军事啊 国家的治理啊 方方面面 都达到很高很高的 高度 当然 由于后来的西方 的崛起 殖民主义的 力量 把这个地方的 中世纪的 那个高度发达的文明 把它被破坏了 那是后化 那么再看 这个 多样文明 东亚文明 东亚文明 东亚文明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我刚才已经相当详细的介绍了 从 原古 古 古国时代 然后到 王国时代 夏商周 然后再到帝国时代 秦汉 然后一路下来 秦汉的那种政治社会体制 其实后来是遭到破坏的 我们熟悉中国史的听众 也都是了解的 差不多就是在 罗马帝国遭受所谓的蛮族入侵的那个时代 差不多就是 那东方 东亚的帝国 也受到了 也经历了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蛮族入侵的那样的过程 也有的 那就体现为汉帝国的解体 然后呢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 魏晋南北朝 五湖十六国 这个什么 乱中华 等等等等 乱成一团 当时的那个混乱的程度 不亚于 在西欧我们看到的 罗马帝国解体以后 那样的一个混乱的程度 绝对不亚于 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了解中国史的听众 都知道那段的事 但是 但是 到了公元六十几七十几 这个统一的 国家重新出现 就是强大的中央政权 再一次在东亚的大陆上 这个出现 而且再也没有消失过 再也没有解体过 好 你看 这个政治的载体 在东亚的情况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而随着 随唐帝国的出现 尤其是唐这个朝代 这个帝国的出现 唐帝国的出现 那东亚文明 东亚文明 进入了高度发达 高度辉煌的时代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 大唐 大唐帝国 那个时代 确实非常非常 规划 这个情况 我们都知道 在当时的世界上 应该说是 独一无二 应该是独一无二 那么 这个 你看政治的载体 是这样 那么今生的载体呢 今生的载体 就是在 汉初 汉朝的初期 那孔子学说 被立为 帝国的统一的 艺术形态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情况 就是这个 今生的载体 和政治的载体 孔子的学说 加上统一的帝国形态 这两个载体 是非常完美的 契合在一起 这是在东亚地区 我们看到的 文明的两个载体的 关系 这个关系 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我刚才也提到 在西亚北非 伊斯兰教出现以后 也有了 也形成了 那 在中国 在东亚 它形成的时间 要比 西亚北非要早 正因为这样的一个 高度契合的 两个载体的 互动的关系 使得东亚文明 在很长很长的 时间当中 甚至于可以说 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 是世界上各个地区 所有的地区当中 那个文明 最高度的 发展的 所以这两个 载体之间的关系 很重要 好 我们说完了 前面三个文明圈 第四个文明圈 把欧洲放到最后来说 这欧洲的情况怎么样呢 满足入清智后 乱成一团 然后呢 慢慢慢慢的 就出现了一些个 这个什么王国 什么哥特王国了 或者是伯根地王国了 法兰克王国了 德意志王国了 等等等等等等 大大小小的一些个政治体 那么这些个政治体呢 这些个政治体呢 相互之间啊 不断的互动啊 这个争斗啊 战争啊 后来呢 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封建状态的出现 封建状态的出现 封建状态 我刚才提到 类似于西欧的封建状态的 那样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 在几百年以前 差不多一千年以前 东亚 中华大地上 就已经出现了 而那个时候 在东亚大地上出现的 以西州的分封制为基础的 那样的一种 经济社会结构 最终导致的 就是 这一块 这个地区 这个文明圈 内部的 长达几百年的政治动乱 社会分别 长达几百年 而同样的后果 在西欧封建制建立以后 也出现了 就是分裂 就是动荡 所以欧洲的中世纪 尤其是西欧 东欧的情况不同 因为东欧 东欧所谓的拜占庭帝国 其实就是一个东罗马帝国的延续 在西欧 是典型的封建状态 这个典型的封建状态 使得西欧社会 经历了一千年的分裂 动荡的 这个 时段 这是在 这是在 欧洲文明圈 发生的情况 但是 我刚才已经 又提到了 东欧和西欧是不同 我们在这说的那种 封建分裂的状态 主要的出现的西欧 整个社会 你们看哈 就是大大小小的领地 大大小小的领主 大大小小的贵族 你数都数不清 我们学外国历史的 特别是学欧洲历史的 这个学生 或者说是学者 最怕学什么呢 或者说最难学的是什么 最难学的就是那一段的西欧历史 不知道怎么学 乱极了 你根本分不清楚 你看到一个城堡 这个地方就是一块领地 那个领地 可能就是几百年 就是一个家族在那里 它是个什么呢 它可能是个伯爵 甚至于是个男爵 那男爵伯爵在 西欧不知道有多少 不知道有多少 就乱成一片 乱成一团 你们看那个西欧 我们说那个西欧 西欧有竹灰 盾牌上面画的那样的东西 又是狮子又是老虎 又是狮子架 城堡 还有画月亮 还有画老鹰的 还有画各种各样的动物 什么狗啊猫子都可以画 那个叫族 族谱 有一门学问叫族谱 族谱 就是那些西欧的贵族们 他们的家族的家徽 你要去数那个族谱有多少 你要能够数得出多少个 已经是你的大本事了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西欧的情况乱极了 那就是那就是蛮族入侵 然后创造了一种所谓的封建制度以后 这种情况是社会整个的分裂 撕裂的结果是什么 在全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各个有文明的地区 在一千年的时间当中 就是整个的中世纪 中国时期 西方文明地区 是最弱 东方整体性的比西方 发达 先进富裕 西方落后贫穷 不发达 那一千年的情况就这样 这是事实 你们去看书就可以 这是事实 所以我们说 东方 东方是什么 我们说东方就是除了西欧以外的 所有的 东面的地方 甚至于包括 这个东欧拜占庭帝国所在地区 那个地区的文明的发展的程度 社会发展的程度 经济发展的程度 都远远 都远远的高于西欧 远远的好于西欧 你更不用说再往东走 进入这个什么西亚北非 甚至于南亚 当然更不用说东亚 那整个的中古时期的一千年 就是西方落后 东方先帝 这就是我们看到 一千五百年以前就这么一情况 在公元一千五百年以前 公元一千五百年以前 就是这个东西自己会跳 公元一千五百年之前 就是西方落后 东方先帝 这是历史的事实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西方 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 这个西方指的是西欧那块地方 如果说他想要赶上来 他想要追赶先进地区 富裕地区 他首先必须做一件事 就是克服西欧社会的 完全分裂破碎的状态 社会重新整合 整合成一个整体 那政治的载体 要完成一项任务 就是统一 这项任务在一千五百年以后 开始进行 一千五百年左右 我们在西欧看到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东西怎么跳的那么厉害 我们看看一系列的变化 其中关键性的变化 我们的很多的教科书上 对于这个变化的强调的程度不够 你关键性的变化是什么 就是克服封建分裂状态 什么叫做封建分裂 就是 就是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 封建制度 就是克服这个 那那个西欧的土地分封 土地分封 这个土地分封制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这个我没有办法展开 没有办法展开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因为我们很多的中国人会把 西欧的这个封建状态和 中国的西欧 西周时期的 这个分封制度 完全等同起来 其实不能等同的 有很大的区别 区别就在于 西欧的封建制度 随着土地的分封 政治的权利 是被分割的 是被瓜分的 是落到了一个一个的 大大小小的领主领地上去的 这在中国 秦汉以后就不存在 好 只能说到这了 那么 所以西欧想要摆脱他的落后的状态 他就必须 他就必须 克服 这个 国家的权力 被分解的状态 恰恰就是在公元1500年前后 这个过程出现 我们看一下 西欧很多的地区 出现了一些个 我们现在称之为 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体 就是法兰西这个国家 慢慢慢慢出现 印吉利这个国家 慢慢慢慢出现 这个 西班牙这个国家 一点一点的出现 等等等等 就是西欧 一个一个的国家 荷兰 北欧的什么 瑞典啊 丹麦啊这些 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这就是政治上的重新的整合 而随着这样的一个 政治上的重新的整合 我们看到在西欧 所有的这些个新出现的国家当中 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体制 这种体制 各位 居然是专制王权 这概念你们有吗 你看法国的 路易十四为代表 英国的都督王朝为代表 西班牙的 这个 就是伊萨贝拉 这个北地南 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 都是专制 都是专制制度 这些人都是专制的君主 这是统一 西欧各个国家的 一直决定性的力量 由于这样的一个专制制度的出现 才使得这些个国家出现 那么我们再回到政治 和这个政治载体和精神载体 这个上面我说一种文明 要有两个载体 政治载体和精神的载体 回到这个问题上去 这种新的国家 它确实有两个载体 一个是精神的 一个是政治的 政治方面的载体 就是这个民族 就是这个民族共同性 是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 民族的这种共同结构 使得这种新的国家产生 好 那么精神载体 精神载体是什么 精神载体就是 精神载体就是 以国家为最高权威的 权威的共同的认识 所以这两个载体 这两个载体 民族国家的载体 和民族认同的载体 一个政治的一个精神的 这两个载体 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 西方国家当中 都是存在的 而这样的两个载体的出现 并且两个载体的 这种高度的契合 就造成了现在 西方所有国家的 一个基本的结构 也是一个基本的支撑的力量 那么在这样的新的 这种政治和精神 载体的基础之上 出现了一种 共同的文明的取向 那个文明的取向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资本主义精神 这是一种新的文明 也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一个概念 叫资本主义文明 就这么一个东西 而这样的一种新的文明 是今天这个世界上 一直到现在 仍然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新的东西 西方的崛起就是这样出现 所以你看两个文明 两个文明的载体 在中世纪的西方地区 是分裂的 而在这个1500年 公元1500年以后 形成了新的文明的结构 使得西方在1500年以后 开始崛起 强大起来 最终到了 最终到了 这个20世纪的时候 19世纪末 20世纪 西方 强势 通过殖民 战争 掠夺 等等一系列的手段 控制了这个世界 那么在那个时候 这个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 就陷入了危机了 几乎 要一个看起来似乎就是一个接一个的 不再存在了 那么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一种所谓的不是的价值 西方文明优越论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一些 都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出现的 不是价值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这个调盆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一直到了 20世纪被说成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不可抗衡的 这个永久的规律了 是这样的 其他的文明呢 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看起来似乎 逐步逐步的都会消失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 正是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当西方文明控制了整个的世界 在全世界占有绝对的优势的时候 一个新的潮流出现 这个潮流就是我们 今天所用的一个概念 所表达的叫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化呢 简单的说通过学习西方 通过学习西方 然后呢 改变自己 改造自己 然后追赶西方 那么我们看 经过了一个世纪 到了21世纪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和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局面已经大不相同 完全不同了 这个现象 我把它叫做文明的复兴 或者叫做文明的违规 那么尤其我想 请各位听众 这个特别关注一下 你们看 在20世纪的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表现的 相当不错 甚至于很不错的这些个地方 很有意思 就是人类古代文明 发生发展的中心区 你们数都过来的 中国不用说了 中国古代文明是什么 我们前面一直在讲 印度 没问题吧 你看现在印度 别小看印度 千万别小看它 古代文明的中心核心区 你们看中东 这个中东 西亚北非 什么土耳其 伊朗 甚至于 这个 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等等 还有埃及 都是 这个古代文明的核心区 都是 你们再看 这个像 俄罗斯 也是一个古代文明的核心区 这个很多 甚至于像巴西 墨西哥这些地方 美洲发展的相对比较好的地区 也是属于某种形态的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区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一种 看起来似乎是巧合的现象 我们说的这种文明的回归或者文明的复兴 是和古代文明的这种 一以贯之的发展 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而这种密切的联系 就表明了那个文明的多样性正在回归 因此我今天一直讲到现在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 这个结论就是文明的多样性 是一直存在 而且会永远的存在 眼看着各种各样的文明的 这种差异和多样性 几乎要被消消灭的时候 我们看到实际的情况 恰好想文明的多样性 在21世纪的今天展现的更加的清楚 几点了现在 7.26是吧 我们已经讲了快一个半小时了 好 最后一个部分呢 我们就不讲了 其实我有一个话在这 这个挺有意思的 但是因为没有时间讲了 没有时间讲了 是想表达什么呢 是想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欧产生 这部话你们肯定看不懂 肯定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聊 好不好 看看线上线下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吧 好不好 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延长 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钱老师的精彩演讲 就是我刚刚讲座 大家一定就是有不少的问题想要提问钱老师 对 大家现在可以踊跃举手 然后 那这位同学先来吧 就是看到你最先举手 老师你好 我是那个北京大学的英语系的陈宏毅 然后因为我学英语系的 就平时可能对西方国家的关注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关于美国 但是我在读美国的时候呢 有一个问题其实困扰了我很久 就是美国跟所谓西方文明的 关系问题 就现在我们大家一谈到美国都觉得它是西方国家 这个应该是没有人提出意义的 甚至说到西方国家的时候 还特别要强调是以美国为首的这样一个西方国家 就仿佛美国它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一个西方国家 但是据我的阅读经验来说呢 其实美国跟西方文明的这个关系比我想象的可能要复杂很多 就是美国刚开始 他不但不把自己看成西方国家的一份子 他反而是经常的以西方国家的对立面来标榜自己 就是他认为他是西方的一个异类 他反而对此感到很自豪 但是后面的情况就有所变化 美国人对西方的一个态度大概就是 从一开始的排斥到一战前后的试探性的接触 到二战以后基本上接受了西方文明的一些传统和文明理念 到现在成为西方的一个引领者 就是他从一个孤立主义的例外主义的一个国家 到现在以全球主义为旗帜的 一个西方文明的极大成者 一个西方世界的领导者 他从一个西方文明的异类 成为西方文明的同类 再成为西方的老大哥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国家实力的增长 对他来说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 那我想问老师的问题就是 还有哪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因素 就推动美国人在建国这两三百年的历程中 他重塑了自己国家身份的一种认同 最终加入了西方国家的一个大家庭 甚至变成了 我想请老师简单的看一下这样的一些看法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 但是回答起来呢 也相当费劲 因为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你刚才提问的过程当中 提到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所有的关心美国历史发展的 这个听众呢 其实应该注意的就是 美国在他建国的那个时代 他自己是如何定位自己的 换句话说就是 他是怎么看自己和所谓的西方国家 所谓的西方国家对于美国来说 就是欧洲 就是欧洲 那么他如何定位美国 这个国家 他的精神方面在文化方面的表现 和所谓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 这我们在很多的听众朋友的心目中 以及在相当一部分的书籍当中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和关注确实不同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简单的说呢 应该这样 我们都知道美国 它是由 这个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 通过一系列的这种历史的变化 最终而组合而成 成了一个新的国家 那么不论是在美国建国之前 还是在美国建国之后的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 其实美国 或者他们说的美洲人 并没有把自己和西方文化 西方文明割裂开 其实没有 你们去关注一下 这个美国建国以前的那 殖民地的那些个精英们 那些个有知识的 很难说他们已经是知识分子了 就那些吃书十里的人 他们关注的是什么 他们一开口 有引进去点引谁 都是要不就是希腊 要不就是多马 当然还有基督教 就那些东西 所以他们并不把自己和西方文明分开 没有 美国建国独立 基本上是一种政治的因素 和经济因素 这两个因素的结合 形成了一种力量 而使得美国国家 这个国家出现 在精神在文化在文明认同方面 他们一直是认同于西方的 就是欧洲 一直认同于西欧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后来出现了几个新的变化 慢慢慢慢地觉得自己不是欧洲 慢慢慢慢地觉得自己和欧洲人不同 于是他们就开始去寻找自己 自己的这个文化的根 存在还是不存在 他们要他们所做的就是 为自己去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的根 根子 这表现在最典型的体现在什么呢 最典型的体现在边疆理论 在这个理论上 那个边疆理论说的是 随着移民的不断的往西边 这个流动 就一波又一波的 一波又一波的新的移民 从欧洲来到了美洲 然后呢从东海岸 慢慢慢慢地向这个西部 西部西部西部 最后到了这个西海岸 随着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推进呢 美国离欧洲越来越远 基本概念就是这样 美国离欧洲越来越远 不仅说是地理距离的越来越远 是心理状态的越来越远 文化认同的越来越远 文明的表达的越来越远 这就是边疆理论 这就是边疆理论 所以他们自己去找了一个 这种美国文化的根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清教 这个清教的东西 也是美国人造出来的 其实并不是说 所有的美国人都是认同清教的 认同清教的人 在最早的移民当中也不多 但是他必须要找一个东西 是说这个美国跟欧洲不同 所以就这两个东西 就变成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认同的 这种思想的根源所在了 就变成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 这我们第一 我们首先要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一个新的国家 必须要有自己的认同 如果他完全认同于欧洲 那他的这个国家的构建 没有完全 这是一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合理的 第二 尽管他花了很大的力气 试图把自己和欧洲分开 但是其实他并没有能够 把美国和欧洲 在文化的联系方面 整个的切断 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安格鲁撒克 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美国是非常强烈的 美国真正的美国人 会认为他们是安格鲁撒克逊的血脉 是这个血脉上 这个延续下来的 特朗普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思想 渊源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这样的一大批人 主要的不是在东西海岸 是在美国的中西部 那批人 我们是老美国人 他们是老美国人 他们是安格鲁撒克逊 是老白人 所以一方面 美国要寻找自己的文化的 这个特殊性 另外一方面 它和欧洲是切不断 割不开的文化的联系 那是这个同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好吧 就是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开放最后两个问题 就希望观众可以尽量 就是把问题说的简短一点 老师好 我是北戴国际关系学院的 我想问的问题是 文明的多样性在现代的一种表现 其实就是各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但是民族主义的兴起 会加大冲突的可能性 那所以似乎文明越多元 竞争就越激烈 就是和平与文明的多元性 其实有点是互斥的关系 但按照您刚刚讲的核心观点 和世界史中国史的这个经验来看 就是说似乎您说两个载体 就是一致的价值观 和统一的世界政府 好像才是解决这个冲突的最佳方式 但这个是与这个强调文明多元性 或者说对 这个是与强调文明多元性 它是一个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想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什么和什么背道而驰 就是如果想要解决冲突 那么按照世界史和中国史的经验 来看是要构造一致的价值观念 和统一的中央政府 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强调文明 文明多样性是无法显现的 好的 我理解你的问题了 这个你们 这个你们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学呢 是我也知道你们的某种倾向性 你看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全世界 所有的这个文明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那种非常理想化的那种设想或者是冲击 那就是世界大同 世界大同这样的概念在中国的古代很早很早就已经出现了是吧 我们甚至于可以说 在在西州时期就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理念的存在 天下一家 对吧 这样后来到陶渊明啊等等等等都有这样的理想 佛教有这样的理想 对吧 基督教有这样的理想 然后你看欧洲的思想界 这种全世界最终变成一个一家人这种想象 最典型的就是康德对吧 等等全世界各种文明当中都有这样的理想 但是这样的一种理想呢 确确实实是从来没有形成过 从来没有出现过 而且呢 我相信我相信那种完全的大同的世界 就是什么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差异的这样的一种世界是不会存在的 以后永远不会出现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其实你的问题当中 你觉得只要有差异就一定会有冲突 这是你们国际关系学界经常会说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我觉得基本上 大多数是由美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 其实康德也没有否定过 这个各个地区是会有差异的 那个西方精神 当代西方的精神的来源 黑格尔他也没有否认 说不同的地区应该是会有差异的 那更不用说什么唐英比这些人 对吧 唐英比的那多少个文明等等诸如此类 那更加是承认各种各样的差异的存在 对吧 但是确实 国际关系学界说要有冲突 要有差异就有冲突 我认为 我认为这是一种单向的思维 为什么不可以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既有差异又有合作 为什么不可以 如果说某一些学者 就否定那种合作的可能性 那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逻辑 难道人和人之间是不可以合作的 文化和文化之间是不可以合作的 因为是差异的所以就不可能合作 是这样吗 那那就看 那就看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对吧 就看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合作是可能的 而且在人类的历史上 那个合作的案例 不少于那种冲突的案例 对吧 大量的还是大量的还是合作的 你比如说经商 经商你不合作怎么经商啊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跟你是不同的 因此咱俩就不能做交易 可以做交易啊 没什么你给钱我给你货 这不就完了吗 这也是一种合作嘛 是不是 为什么 差异 必须或者必定意味着冲突 甚至于不仅仅是那种言语的冲突 而且一定是打仗 这样一个推理是 是根据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这我不明白啊 是不是 我认为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只是我们的 政治家们 愿不愿意去合作 我认为关键就在这 老百姓是愿意合作的 我相信老百姓是愿意合作的 是不是 你看其实我们平时跟 跟不同的地区的人 来 来往 交际 没有什么不可以合作啊 尽管咱们说句话来好像是有一点 有一点吃力哈 但是还是愿意愿意合作的 是不是 我想我这个在座的听众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可能有很多同学或者是老师 或者其他的听众 有过这个在国外生活的经历 可能是会有过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过哈 如果有的话你回想一下 你在国外跟老百姓说 咱俩一句话说不好 就动拳头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不会啊 没有啊对不对 是啊 我们经常会争论 但是争论就争论就完了 不会打架啊 干嘛非得打架 是政治家们干出来的事 对吗 是啊 哈哈 好好最后一个问题 给那边的朋友吧 谢谢 秦老师好 我是来自北大区国外研究院的博士生邵志成 然后今天听了您的演讲非常有启发 然后我也记得特别特别多的笔记 然后我想向您请教的是关于文明构建的一个话题 其实我从您对于这个世界几大文明发源地和包括次生文明的这么一个演变过程中能够看到像战乱在其中的一些作用和战乱对他们的一些影响 那么其实我很好奇的是 很多学者或者说是很多讨论都是对于战乱跟国家之间的问题 但是他其实已经在文明构建之后了 那么在文明产生之前 这种可能说对于文明发源地所带来的外部的威胁 就像我们西州时候开始分封制 他也是为了巩固边疆 这种外部的威胁 还有内部的离心力 像您刚刚已经有了非常精彩的阐释 那么这种共同战乱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多元性的一个概念 它有外部的有内部的有大的有小的 那么他们在文明构造或者说文明建构之前 会有怎么样的作用 或者说是他们承担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是我很好奇的一点 谢谢老师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 这个文明之前 其实不仅是文明之前 就是在人 形成为人之前 以及在人形成为人 但是就经历了很长时间 在没有产生文明之前 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地区之间的 这种冲突啊 斗争啊 我们也可以说战争吧 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你比如说 那个原始 人的时代 那一个地区 就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人群之间 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冲突 连动物都会打过来打过去 所以这个冲突确实是 确实是存在的 但是你作为文明之后 你你文明应该像一个 像一个 越来越来越远离 动物世界那个方向去发展 对吧 否则怎么叫文明呢 文明 如果文明就是意味着 这个人和人之间的那种 那种仇恨 杀怒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严重 那那这个文明还有意义吗 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了 可是现在你看 这个 你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 你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咱们那个电视节目 电视节目里面 经常会播一些那个动物世界 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看过一些哈 这很奇怪的 那大部分的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这个电视电视节目 他他他他表现的是什么 他他表现的是物尽天责 适者生存 也就是说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弱弱强食 他表现的是这样一个主题 这我觉得非常奇怪 动物和动物之间没有亲情吗 你为什么去 特别去表现那种 动物和动物之间的那种 仇恨和 和杀怒呢 为什么 这是有一种 这是背后是有一种理念的 他是故意的 故意的把那样的一些的东西 把它简洁起来 然后拼成一部电视片 让人们 让人们 让人们无形之中 你哪怕不知道物尽天责 这个什么 弱弱强食 这样的一些个概念 你在脑子里面 也 也形成了 原来动物界就是这样 那人当然更是这样 这是有理念的 你这个问题跟刚才那个同学的问题 你看配合起来 是同一个东西 这是不应该的 对不对 是啊 所以在 所以在整个的人 人类的这个 这个 人类的历史 400万年 500万年以前 一直过来的历史上 确实 既有 斗争 打斗 互相的这种竞争 也有相互的交流 没有相互的交流 其实我今天因为没有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想法 没有这个机会向大家 来介绍 其实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观观念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文明是怎么出现的 文明是在交流中出现的 没有交流 不会有文明 没有交流 人永远是在 动物的那个野蛮的状态上 永远是这样 因为交流了 才出现文明 这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我想这个观点应该是 应该基本上 好 谢谢钱老师 今天的讲座和问答环节都非常精彩 也谢谢各位就是到场和线上的观众 今天我们讲座就到这里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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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